北京时间8月15日晚,中秋第18轮继续进行,在一场比赛中由河南建业坐镇主场迎战广州恒达。 最终,广州恒达依靠卡利斯强、高林和高拉特的连内进球,以5-0完胜河南建业,缓解了上轮暴冷输球的压力,同时上赛一轮以33分落后领头阳北京国安6分,由于上周末在客场被长春亚太三道梁所绝杀,使得广州恒达受到了很大的抢分压力。 因为要失得输球的话,就会导致周超真冠形势更加严峻。 还有,球队主帅卡纳瓦罗的用人方式和连场指挥,也是受到很大的质疑,因为当时广州恒达在2比1领先的情况下,没有抓紧时间扩大领先优势。 而卡纳瓦罗在场边一直不做出换人调整,而直到比赛第76分钟时才做出第一个换人调整,不过换上的正龙并没有发挥作用。 随后几分钟广州恒达就被长春亚太将比分搬为了2比2平。 这时候,卡纳瓦罗才拿起战术板要布置,并马上换上了高林,但当时为时已晚,再加上张铃鹏的回传失误,将广州恒达连一场平局都没有拿到。 今天晚上,来到航海体育场,广州恒达在上半场依靠塔利斯卡的进球,以一球领先河南戒业。 而到了下半场依靠卡纳瓦罗则是马上做出换人扫整,用分土中场黄伯文换下首发第123球员中一号。 这比他上轮对阵长春亚太时做出第一个换人调整快了20多分钟,而在黄伯文替股出场后,广州恒达继续牢牢掌控中场,进攻也比上场好很多了。 在队长正至下场后,黄伯文的位置前移,和塔利斯卡,保利尼奥掌控中场,并且还在一次进攻中,黄伯文在进区线上,摆脱两名防守球员输送威胁敲传球,准确找到高拉特后。 高拉特身边无人盯防轻松打进一球,帮助广州恒达一三比零锁定了胜局。 在广州恒达领先一球的时候,卡纳瓦罗西取上场被逆软的教训,即使做出坏人调整,才有了广州恒大的一场大胜。 。